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又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我是你们的Yuki姐姐 然后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个超级超级可爱的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自己在家里制作出来非常美味的彩虹棉花糖 哒哒,就是它啦 你还可以呢在这个彩虹棉花糖中放入各种各样的一个这个颜色 比如说有我们红色的红糖,黄色的这种焦糖 或者是呢,你有这种蓝色的彩虹糖的话呢 也可以把它放进去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让它在中间 形成各种各样的这种彩虹棉花糖的一个网 用着我们这个棉签或者是筷子 就会在家制作出来非常非常美味的彩虹糖啦 我们今天呢是先跟大家一起来做开箱的一个展示 希望你能够喜欢 下面呢是来自于我们的Cotton Candy 然后它是一个叫做Cotton Candy Maker 在网上是能够订购到的 然后我们这个也是在网上亚马逊上订购到 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小工具 比如说我们测量的一个勺子 量重的一个勺子,还有它的小竹签 糖类呢是需要我们小朋友自己去在家准备的 比如说如果你喜欢吃棉花糖 偏口味偏淡点 然后的话呢你可以准备一些棉糖 如果喜欢吃偏甜一点的话呢 就可以准备这糖 都会呢是自己就进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准备 嗯,差不多把这糖放进去了之后 嗯,插上我们的电 大概预热个十分钟左右 然后在十分钟之后呢 就会从它这个中间 然后开始跳这种糖粒出来 然后它就会有拉丝 糖果的那种拉丝 现在我们可以来试一下 我们是已经把我们这个机器呢进行了预热 大概预热了五分钟的样子 然后在这个盘子中央 我们会把我们的砂糖给它撒下去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这边呢 我们这边呢是加入的非常普通的棉砂糖 在这个小篓子当中 大概我是先跟它加一百勺的这个棉砂糖 这个凉勺呢也是它在我们这个套装当中附赠的 从它的中央给它加下去 然后我们的砂糖呢现在就是在非常棒 然后非常快速的嗯 这种翻炒和烘焙当中 我现在已经闻到它的味道了 我可以看到这边已经是有拉丝的感觉出来了 我们在这边逆着它这个方向 给它进行个旋转就可以了 真正的外面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不再熟悉 不再熟悉 你不再熟悉 你不再熟悉 这里 然后我觉得它应该是要 飞快的给它搅拌起来 在它拉丝的时候 应该快一点 我们刚刚呢在转的时候呢 就没有转太多出来 所以导致的我们的棉花糖棒呢 是有一点点的细 看起来呢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呢在它旁边是有非常多的这个糖线在旁边 我们一下子呢就已经把它给它扯出来了 可以看到感觉就像一些毛线团 非常的像 然后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在这边做它这个糖果 和它的这个棉花糖 我们再来试一下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三次展示 然后我们要在它的这个方向 沿着它的方向在这里进行一个旋转 这样的话呢就能把我们这个糖呢 去让它搅拌到我们的棒子上 但是我感觉它可能是这个 棉签有一点点细 然后让它这个搅拌了这个糖丝的时候呢 所以它就是没有那么的绵密 所以我们再来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样的话呢 那我们的棉花糖就会在这边 进行像蜘蛛虾一样的拉丝 那我们的棉花糖就会在这边 然后我们这次呢 感觉好像也是只有一个个小小的球 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相对于外面卖的那种棉花糖来说 如果放在家里做的话呢 会更加的健康与卫生 然后妈妈也不会担心 我们在外面吃到比较脏啊 或者是比较不安全的这种食物 可以在家里面呢 就做出来非常棒的棉花糖 还能呢 让它放在家里 我们邀请小朋友 或者是邀请其他小伙伴 一起到家里来玩的时候呢 就是做这样的一个棉花糖给大家一起吃 然后我觉得做的时候呢 也会非常非常的开心 只要用非常少量的一个原料 都可以让大家呢 都非常非常的开心 能够出到自己最爱的一个爆发糖 或者是一个棉花糖 如果喜欢的话呢 也可以在里面去添加入 你喜欢的颜色 我们这边尝一下它的味道 我们这边再给大家进行一下预热 然后我们再来试一下 能不能给它用另外一种砂糖 或者是另外一个这种角度 或者是一个木棍 然后给它做出来非常棒的一个棉花糖 我觉得它在家里的时候呢 就已经非常的好玩了 啊 我看到这边已经有这种丝线 在往外面跑了 还有一个棉花糖 然后再来试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外面卖的棉花糖呢还是有些些的差别的 然后等我们把这个机器呢给它关掉的时候 它自己还会慢慢的再转一转 从里面往外会冒出一些小的一些这种气霧 这样的话呢它就会慢慢的把它的温度给它散开来 在这个糖罐子里面呢可以按照它的这个说明 然后加入各种各样的非常美味的小糖果或者是小糖豆 然后也可以加入有颜色的 或者是你加入了之后呢再滴入一些色素进去都是可以的 但是一定要是可食用的色素 好了希望你能够喜欢 不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每天最新推出的视频就能够及时的收看到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订阅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好人赞和留言 下期再见咯拜拜